我們看這題 他說在這個光滑的水平面上 質量都是M的小鋼珠跟這個圓環 圓環跟小鋼珠質量都是小M 然後發生的彈性碰撞 以致這個小鋼珠出速是V 而圓環一開始靜止 若圓環內壁光滑 那內壁光滑就是說它沒有摩擦力 所以在切線方向也沒有作用力 只有在法線方向有作用力 好,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約選項 小鋼珠與圓環的作用力 方向與圓環的直徑方向平頸這個對來 只有在法線方向有作用力 因為它是光滑的 所以在這個方向有作用力 所以這個圓環是往這邊退後 因為小M 這個鋼珠對這個圓環的作用力 是法線方向 所以這個A的話 它是往這邊移動 就是這個圓環 它是往這邊移動 好,那因為這是一個彈性碰撞 彈性碰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兩個指點 兩個都是小M 質量都是小M 那如果它發生彈性碰撞的話 它碰完以後 這個方向會互相垂直 那我現在已經曉得 這個方向是往這邊 那所以 這個鋼珠的話 它方向就會往這裡 而且這個是互相垂直 這個東西是互相垂直 這個東西是互相垂直 好,那它說這個A選項是對的 它那個速度方向 跟這個什麼呢 跟這個直徑的方向 互相平行 小鋼珠以圓環的作用力方向 作用力方向 是這個方向 以圓環的直徑方向平行 這個是對的 我們看來理解一下 第一次碰撞後 圓環的速度量子為何 好,我們曉得說 因為它動量要手紅嘛 我們把那個質量約掉以後 就變成這樣子 這個是撞前的那個速度 撞前的Mv 相對Mv 這撞後的那個 撞後的那個 圓環的那個速度 是往這邊 這個是60度 這是60度 這是V1 V1 是連環的速度 然後另外這個的話 因為它的速度跟它是垂直的 這個就往這邊 往這邊 這是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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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的不好 只有這麼長 V2 這是V2 這是V2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形成一個什麼 形成一個長方形 這是60度 所以 V1 等於 V1 是等於 這個原來 剛珠的速度 cos 60度 所以 V1 等於 V cos 60度 為什麼呢 因為 V 是等於 V1 加V2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 撞前撞後 動量 手 撞前 它的速度 這是V 這是Mv 撞前的動量 等於撞後的動量 撞後的動量 撞後動量是 V1 加上 Mv2 那我把M消掉 M消掉以後 V1 V2 構成一個三角形 就是 V1 加V2 是等於 V構成一個三角形 而且這個三角形 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 這個構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 V1 就等於 Vcos 60度 就等於 2分之1V 2分之1V 所以 V 他是問小鋼珠 這是 原緩的 1的話 是原緩的 那小鋼珠的話 是 V sin 60度 V1 是 原緩的 這個是小鋼珠的 等於 2分之根號3V 所以 所以 這個小鋼珠的速度 也是這個 所以 V選項是對的 那我們看 C選項 第一次 碰撞後 原緩的速度量子 原緩的速度量子 是這個 這是 2分之1V 這個對 再我們看看 D D選項 小鋼珠 小鋼珠 原緩 發生第二次 碰撞的位置 在A點 下方 正下方 不對 這個的話 這個 小鋼珠的速度方向 往哪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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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小鋼珠的速度方向 這是 圓緩的速度方向 我現在 站在什麼 如果 站在圓緩上面來看的話 來看小鋼珠 那麼 小鋼珠 相對圓緩的速度就是往這邊 這樣子 不論什麼 不論你站在圓緩上 或是站在地面上的話 他那個速度都不是垂直向下 都不是垂直向下 所以這個 不對 他說正下方 所以這個是不對 D 這個是不對 我們看 一選項 他說兩次碰撞期間 時間間隔 時間間隔的話 是等於多少 等於R 出於V 對不對 好 那這個要站在圓緩上面來看 我就 碰完以後 那我站在圓緩上面來看的話 看到小鋼珠相對圓緩的速度往哪邊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他下一次 會碰到圓緩的哪個位置 好 我們曉得說 這個小鋼珠 相對圓緩的速度這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是哪個方向呢 你看 我們曉得的話 這個是90度 這是90度 它是60度 所以是30度 那這個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這個是一個長方形 那這兩個是對角線 所以這是一個等要三角形 所以這也是30度 那這30度 這 這30度 這90度 所以這也是60度 所以我如果把它放大的話 把它放大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就把它放大的話 變成這個樣子 是一個長方形 長方形 這個 這個 是V1 這是V2 然後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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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小鋼珠對圓緩的速度 那我們曉得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60度 那 那 這 也是 30度 那 這也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長方形 這是兩個對角線 這是等要 這是30度 所以這也是30度 所以這也是60度 60度 那 那 那現在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60度 這60度 所以這也是60度 也就是說它的那個方向有沒有 它那個小鋼珠相對於圓緩的方向 是什麼呢 是這個方向 跟這個方向夾60度的 也就是說 小鋼珠相對於什麼呢 圓緩的方向是往哪邊 往這邊啊 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的話 夾多少夾60度 這是60度 所以你站在呢 圓緩上面來看的話 小鋼珠是這樣射過來的 最後會射到呢 圓緩上面的這一點 那 因為這60度 這也60嘛 所以這也是60 所以這構成一個你的正三角形 那這段距離 這是相對距離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你那個 站在什麼呢 站在那個圓緩上面 看到呢 小鋼珠走的距離 從這裡走到距離 我們知道說 因為它是彈性碰撞 那彈性碰撞的話呢 它撞淺的相對速度 跟撞後的相對速度 大小會一樣 也事實上 這個就是所謂 那個揮呼吸數 這小鋼珠相對什麼呢 相對圓緩的相對速度 碰撞淺的 除上呢 小鋼珠 這是碰撞後的 剛剛講錯了 除以碰撞前的相對速度大小 這個會等於1 彈性碰撞的時候 好 那這個呢 這個碰撞前的相對速度 是v 所以碰撞後的相對速度 也是v 除以v 所以Δ等於r 所以這個是對的 所以1選項是對的 所以應該選abc